他拉了兩萬票 我肯定館長讓柯文哲 正式民調低到破盤嘛 我當然肯定他嘛 館長讚 信賴之友的背心 幫你拿一個好不好 賴清的選舉 check out你啦 館長 不是嘛 豬隊友嘛 真的是豬隊友 他沒有感覺 他不覺得啊 他覺得他幫柯文哲很多忙 他沒有病逝感 他沒有病逝感 現在是連民眾黨的支持者 都很認真在思考 我們是不是要跟館長 距離遠一點嘛 對不對 我覺得真的很經典 所以昨天直播的時候 我看最好笑 一堆人叫館長說 館長你要不要解釋一下補助 你是不是婊子 你自己說補助就是婊子 他氣到把人家扁掉 就把人家拉黑 我一直覺得王熙悠這個名字 我怎麼那麼熟悉 因為去年我就已經 踢跑過王熙悠 原來王熙悠原本是統促黨的 你柯文哲每天身邊就這種人 臭罵女生的啦 當流氓的啦 暴力討債的啦 然後律師宿所裡面有吐杯的啦 你身邊都是一堆社會上 在管桿桿 觀桿上面不能接受的人的話 你自己民調一定低嘛 現在三隻小豬要見面了 這三隻小豬如果真的一見面下去 有沒有可能真的非律大整橫 整個藍軍都嗨了 有沒有可能 這個秘書長許立民說戒慎恐懼 我們還是要戒慎恐懼 但是我從數學的觀點來看 吳子嘉這份狗民調 新的狗民調 最新狗民調怎麼樣 最新狗民調 沙喀都已經不能再稱為沙喀都了 為什麼不能稱為沙喀都 三角形的基本定義是兩邊之合 要大於第三邊 吳子嘉 他董事長做的最新最公正的民調 做出來 最公正 我怕被告 你說的 怕被告 41.7是賴清德 然後柯文哲 21.3 侯友宜17.3 你看這三個加起來 如果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加起來才39 39而已 可是賴清德是41.7 41.7什麼概念 如果投票率是七成五的話 賴清德是獨立過半 得票率會獨立過半 所以這已經不是沙喀都格局 已經兩邊之合已經小於第三邊 不用再講氣寶了 氣寶也沒笑 你怎麼氣都沒有用 你就把侯友宜百分之百 全部氣到柯文哲這邊 你還是輸 這變成說 第一個民調數據告訴我們大家 說你當然要談 可是問題是你談完 能不能兩邊之合大於第三邊 現在都是個問號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有西部民調 真的 你柯文哲整天跟館長混 你當然是沒有所謂的女性票 非常非常明顯 正常來說一般的正常政治人物 除非你長得特別帥 你的女生票可能超多 否則正常應該一半一半 對不對 你看 賴清德男生是42 女生是41 差不多 侯友宜女生還比較多 女生18 男生12 因為警察形象在附幼室 稍微有一點票 可是你看只有柯文哲 男生22.9 等於是23吧 女生19.7 差了34% 唯一一個就是女生跟男生 有顯著差距的候選人 就是柯文哲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年輕人看不下去 20到29歲曾經的賴清德的落項 柯文哲最高20到29歲有達到5成喔 對 現在柯文哲是29 流失這麼多 賴清德39.5 40 你整天跟那些人混嘛 對不對 兄弟啦 黑道啦 選擇只有 等一下我會講 這些東西都會有影響嗎 還有什麼 雲佳南嘛 你藍白整天在打 南部不配有所謂的前鎮漁港啦 前瞻計畫都是A前計畫啦 重男輕北啦 我就給你重男輕北 民調雲佳南賴清德51.2 沙喀都獨立過半喔 然後高評46.6 這個換上得票率喔 都是七成以上的得票率啊 變成說國民黨或是藍白整天在南部 一路全垮嘛 所以現在變成什麼 你藍綠再炒嘛 所以全瞻不打了 不打了嘛 趕快在那邊霸凌賴平瑜就好了 你霸凌賴平瑜沒關係 你霸凌賴平瑜霸凌到最後 沒有證據嘛 保證賴平瑜上 我在講是對調心想保證賴平瑜上嘛 所以你看藍綠再炒嘛 炒不下去了嘛 全部都和緩 郭台銘說喝咖啡 柯文哲說咖啡會心悸喝果汁好了 然後他的幕僚 他的發言人陳志涵站出來說 幕僚作業已經跟朱立倫有在談 真的動起來了 真的動起來嘛 看起來好像真的很厲害嘛 可是問題是你怎麼談嘛 誰當老二 用什麼機制決定誰被淘汰誰當老二 那憑什麼上次郭台銘被喬下來的時候沒有機制 錢剛獨斷 那時候大尾啊 現在又要有機制了嗎 那洪友宜四十幾趴啊 對不對 覺得自己厲害啊 那現在有機制了嘛 我就問兩個問題 你要談嘛 三個小豬坐兩個椅子 一個椅子叫政總統 一個叫副總統嘛 第一個什麼機制來喬掉一隻小豬 什麼機制決定誰做負誰做證 沒有共識嘛 每一個人都叫做 先喝咖啡嘛 先喝咖啡來說嘛 先喝咖啡有什麼用 那不如喝酒 誰也不服誰對不對 誰也不服誰嘛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當然會談 可是談不出所以然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館長 到底在這個選情當中 代表了什麼樣一個效應 他這兩天很不服氣 什麼 我幫柯文哲拉了多少票 怎麼會說 民調不是有人就分析 這些可能中間的 這個女生 都因為他流失了 沒有 我幫柯文哲帶了多少票 我是全新的形態 我是流量的怪物 你們怎麼都不肯定他 他拉了兩萬票 我肯定館長 讓柯文哲正式 民調低到破盤 我當然肯定他嘛 館長讚 信賴之友的背心 幫你拿一個好不好 賴清德選舉 check out你啦館長 不是嘛 豬隊友嘛 真的是豬隊友 他沒有感覺 他不覺得啊 他覺得他幫柯文哲很多忙 他沒有病識感 他沒有病識感 現在是連民眾黨的支持者 都在很認真在思考 我們是不是要跟館長 距離遠一點嘛 現在館長最新鬧的笑話是什麼 他之前直播的時候說 我為什麼不能幫民進黨 我有領民進黨 一毛補助我就是婊子 久等現在算出來領九百多萬 不是九十幾萬 領九百多萬 你看他之前 你看 乘叉叉 輸櫃一百多萬 乘叉叉 輸櫃兩百多萬 乘叉叉 兩百多萬 乘叉叉 一大堆 他有三百萬的 加起來九百多萬 領了那麼多錢 他還說這個防疫的錢 花到哪裡去了 花到你身上啦 花到你身上啦 讓你沒破產 有時間來罵人啦 讓你沒破產 現在還有個地方可以直播啦 對不對 我覺得真的很經典嘛 所以昨天直播的時候 我看最好笑 一堆人叫館長說 館長你要不要解釋一下補助 你是不是婊子 你自己說 領補助就是婊子 婊子 他氣到把人家扁掉 就把人家拉黑 封鎖 他不是最有膽識的嗎 他不是面對正面 直球對決的人嗎 對嘛 所以說他 你幹嘛給人家拉黑啦 扛不住嘛 所以我的柯文哲 現在問題是什麼 有一大堆豬隊友 都在館長身邊 不是 都在自己身邊嘛 負重前行嘛 一個是館長嘛 另外剛剛談嘛 雲林之友會的燒鳥霞嘛 沒有 嘉義之友會的燒鳥霞嘛 現在是什麼 雲林的王新堯嘛 雲林的王新堯嘛 我一直覺得王熙堯這個名字 我怎麼那麼熟悉 因為去年 我就已經踢跑過王新堯 原來王新堯 原本是統促黨的啊 哎唷 統促黨的來到白色陣營了 那王新堯耶 任中華統一出席黨 乾隆黨部的榮譽顧問耶 我想這個名字好像很熟悉嘛 王新堯就是他嘉義這個 民眾黨嘉義的黨部的主委嘛 雲林 雲林黨部的主委王新堯嘛對不對 就是統促 原來你是統促黨的咖嘛 然後現在王新堯 越來越多照片 因為我原本沒有很想研究他 因為他帶著去吃他嘛 我研究完了嘛 我越研究覺得越有趣這個人 除了是統促黨之外 不是說他有開律師事務所嗎 叫做維權律師事務所對不對 有 那維權不是中國的用字嗎 沒有 他這個維是這個 也不是唯一的維 是一個口的維 可是律師事務所我認識很多律師 律師事務所我也常去 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律師事務所 律師事務所裡面長這樣 王新堯啦 沒有穿鞋子 腳在那邊抽煙 然後呢 這個碼頭裡面為什麼紅紅的 怎麼會有寫 檳榔兔杯 兔杯 這怎麼看也不像律師事務所吧 我越看這個人越有趣耶 就真的是暴力討債嘛 他在2007年的時候就暴力討債嘛 所以我就問很簡單的嘛 你柯文哲每天身邊就這種人 臭罵女生的啦 當流氓的啦 暴力討債的啦 然後律師事務所裡面有兔杯的啦 然後呢 我以前律師事務所 我還特別去他粉絲專業看 粉絲專業 因為他不是暴力討債嗎 照理來說 律師事務所粉絲專業 不是會分享很多法律概念嗎 他五年來只分享一篇文章 叫做本票與支票的差別 這不是討債的術語嗎 怎麼都不明發頭到 叫本票與支票的差別 他就是討債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狀況是這樣的 你柯文哲 你不要再講說 你自己怎麼樣怎樣 你身邊都是一堆社會上 在觀感上面不能接受的人的話 你自己民調一定低嘛